趙少康不但敢而且夠狠 他一上來的洗手室是什麼 我先給江啟臣洗臉 AIT跟我講 現在沒有強而有力的在野黨 這什麼意思 你們丟豬腸丟了半天 你江啟臣領軍 結果呢 結果怎麼樣 我告訴你 我趙少康如果出來選這個黨主席 他自己講的 我就可以證明江啟臣是沒有魅力的 他一出來 什麼三個人不是已經都面對面見面了嗎 都談好了嗎 就他一出來就給江啟臣洗臉 江啟臣當然傻眼 更何況你看 他如果跟韓國瑜合起來的話 又有媒體的力量 又有這個韓流這種民粹的力量 哇那對國民黨來講壓力可大了 有人形容是凸鷹啊 我覺得不只是凸鷹 這根本就史前俱惡了 你知道 然後這個周浩平剛怎麼形容 螳螂捕蟾 他還形容說這個江啟臣是螳螂 那還不被這個俱惡踩死嗎 所以你怎麼看國民黨的未來啊 這幾天的發展 我看到趙少康的狠 看到江啟臣的蠢跟軟 因為事情剛剛這個經過剛剛益夫講很清楚嘛 趙少康韓國瑜韓趙聯盟沒有突襲喔 他早就已經跟你江啟臣講 我要回國民黨 我要當中評委 那國民黨中評委好像有一千多個嘛 對不對 很多很多 對一年開一次會嘛 所以你覺得趙少康會在乎中評委嗎 當然不會啊 當然在乎沒有中評委不能全當中評委 他在乎的是後面嘛 他在乎的是後面嘛 江啟臣蠢到自己把一個很強勁的對手 給他參選資格 在這一場選舉 主席的選舉裡面 其實講是講趙少康要過兩關 一個是有中評委 一個是你要回復黨籍滿一年嘛 那江啟臣唯一可以控制的叫中評委 你可以不給嘛 那你都給了 我跟你講從昨天江啟臣決定要給之後 黨內不會有人幫江啟臣講話了 因為主帥已經投降了嘛 主帥都投降了 那我們還打什麼仗 對 所以以後不會有人幫江啟臣講話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趙少康很在哪裡 你看他這幾天從第一天 消息曝光第一天到現在每天講話 每一句話都在羞辱江啟臣跟國民黨 真的 可是國民黨裡面沒有人敢對他對抗 國民黨你們在怕什麼 你們在怕什麼 這是當然這國民黨自己的家務事 我認為後面的那個一年的規定 不是難事啦 那真的一點都不難啊 不過國民黨有一個什麼 林文睿是不是立委啊 他不是跳出來講啊 李文睿嘛 他跳出來講啊 他不是講說 現在不是搞個人英雄主義的時候很勇敢嗎 但是他說是叫連勝文勇敢站出來啊 對啊 就是說現在我們知道嘛 就不管是外面傳說 或我們自己聽說的 就國民黨現在有意要選黨主席大概幾個人 江啟臣本來很想連任嘛 然後朱立倫嘛 然後連勝文大概也想選嘛 對不對 現在再加一個趙浩康或是韓國瑜 那這幾個人裡面呢 現在看起來韓趙聯盟是大軍壓進 我也同意 如果趙浩康最後真的選不了 韓國瑜就出來選 因為他完全符合資格啊 沒有任何門檻的問題 對他百分之百符合資格 可是你怎麼去看 就是說我看了四天到今天為止 國民黨的這些 我不要稱他為挺江派 就國民黨有些人還在講說啊這個制度怎麼樣 你們拜託不要蠢了好不好 韓國瑜跟趙浩康擺明就是不跟你講制度 我就是坦克車開過來 你還跟我們講說我們決戰是要拿手槍 對坦克車都開過來 你還說不行遊戲規則是要拿手槍不開 誰跟你拿手槍坦克車都已經開過來 你翻坦克飛彈你就要拿出來 國民黨還在拿手槍打坦克 你是在跟我開玩笑嗎 真的 我跟你講趙浩康韓國瑜是穿布鞋的人 國民黨你繼續穿皮鞋 你絕對打不過他 你絕對殺不過他了 你們就等著被屠宰了 那問題是被屠宰之後 朱立倫這幾天變成一種叫做角落生物 完全沒有聲音 以後他一直在講話啊 只有鍾小平有聲音 小平在我跟你講 朱立倫應該 鍾小平聲音都比他大 我就是靜落處子動不脫處 我跟你講 朱立倫的陣營就是少小平這種人 他沒有少他就是朱正營的人 小平是可以打仗的人 而且小平帶過新黨 所以他很清楚 趙浩康他非常了解趙浩康 有新黨的戰鬥力 我很了解他 就是說你今天一堆穿皮鞋的人 還思思我們 我們這個要不可以因人設施 要照制度來 我跟你講啦 台灣所有的政黨 主要民進黨跟國民黨 都曾經為了勝選而改過制度 我覺得這沒什麼了不起 對 政黨本來就是要贏嘛 吳宜宏不是乾改嗎 吳宜宏 政黨本來就是要贏嘛 對啊 那你只要改制度的過程是通過一個 比如說像中常會這樣的機制 大家沒什麼話好講嘛 而且更何況一年條款 中常會就可以修了 我們接下來看看 江幾成你現在自己算一算看 中常委裡面你有幾個人嗎 對 那趙浩康韓國有幾個人嗎 朱立倫有幾個人嗎 侯友有幾個人 這個 連勝文有幾個人嗎 這個我聽你解釋一下 沒有一個人有幾個人 對 所以中常會未來怎麼決定 所以我覺得現在就是韓趙聯盟已經成行 而且他們去年九月就已經講了 所以這段期間絕對不會只有吃飯喝酒 對 一定有很多部署對不對 好 趙少康是第一集 那第一集不成功 第二集是什麼 第三集是什麼 接下來的攻勢是什麼 江幾成你有沒有本事算到 沒有 看起來江幾成就投降了 所以江幾成你也別想選黨主席了 江幾成有個半張門票的策略耶 他有什麼我跟你講他那個 我不好意思講他什麼策略啦 但是那個策略就是 怎麼會有人政治嫩到這種程度啦 想指望中常會而已 對你你就指望請問 中常會你可以管得動誰啦 別的我不講 江幾成剛當黨主席的時候 他不是講說九月共識是歷史文件嗎 不是在薩爾就是成立一個小組嗎 結果連戰跟馬英九都還沒罵他耶 只不跟他吃飯而已耶 他就說回去了啊 真的 沒有我解釋一下 中常會現在要比的是 中常會裡面的成員比較討厭趙少康 還是比較討厭江幾成的問題 比較仇恨度嘛對不對 所以你如果江幾成 你真的還要保留了半張門票 你現在該做的是什麼事 你去找朱立倫 你去找侯友宜 你去找連勝文 你們要聯手 你不聯手就等著被宰嘛 這些人都不像趙少康有媒體喔 對可是我覺得國民黨裡面有很多 真的這真的不會打仗 趙好康我不管他將來怎麼變 因為他會不會當黨主席 那還有未知處 假設他當了 我不敢將他怎麼變 他從19 不要講94年 從90年 國民黨主流非主流戰爭的時候 當時他的新國民黨連線 那個路線已經非常清楚了 你當我們過去30年這段都沒有記憶嗎 你知道趙少康第一天出來的時候 我有一種恍如隔世的感覺 我沒想到我有生之年還在政論節目討論趙少康這個人 真的 我當記者就寫趙少康的新聞 台北市黨選舉 他當立法委員 當時怎麼去橫掃整個台北縣的立委 之前山中安你都沒有討論喔 沒有耶 之前討論他是他跟韓國瑜拍桌 你知道趙少康當年在台北縣選立委 是可以夠五個人當選 他一個人票可以讓五個人當選 23萬票 那時候多大的旋風 韓國瑜跟他同一屆選 3萬6最後一席 對啊 所以我覺得趙少康今天他過去 不管你將來怎麼變 但是你過去這30年 包括你主持節目講的話 其實韓國瑜趙少康走的就是深藍的路線 就是新黨的路線 那好 所以為什麼我會形容我說這一次 叫做新黨化整為林接管國民黨 而且那接管是股市凸鷹市的接管 為什麼呢 你看嘛 趙少康新黨 韓國瑜曾經參加過新黨 賴士堡新黨 費鴻太新黨 陳玉珍雖然是國民黨 但是金門是新黨的大本營 全部一票都新黨嘛 以後就是新黨回來接管黨中央嘛 那問題是國民黨這些所謂的本土籃 就一堆小孬孬 到現在沒有一個人敢跳出來 告訴全體的黨員說 國民黨不能走新黨路線 不能走深藍路線 不能走紅桶路線 國民黨要走本土籃 到現在誰敢講 沒有人敢講嘛 所以你高度拉不出來嘛 趙少康有韓國瑜的優點 口才非常好 但是趙少康有一點是韓國瑜沒有的 趙少康比韓國瑜聰明 而且他的謀略比韓國瑜高 真的 這一點是韓國瑜缺點 所以韓國瑜你不要以為 你把趙少康拱出來當黨主席之後 你2024可以選總統 我跟你講 難講喔 趙少康做上癮了 所以總統我自己來選就好了 我幹嘛讓給你韓國瑜選 趙少康當主席還輪到韓國瑜選總統 所以國民黨接下來那個公鬥戲 很精彩啦 會不會亞於30年前主流非主流 不過這當然不會是完結篇 讓我們